我有知觉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是趴在地上 我为什么趴在地上我也不知道 我就趴在地上 回忆起在太鲁阁列车事故的现场 受伤的志工丁张全人心有余悸 但我感觉到一个很强烈的 金属的摩擦的声音 但是很强烈很强烈 啊我想出事前 这事情不是很单纯 这应该是一个蛮重大的事情 同行的另一位志工 陈破林 幸运的只有受到轻伤 他冷静记录下当时的景象 也见证台湾人互助的善行 我觉得这次在车厢内 大家都很和和互相 这些不认识的人 他们都很互相 也不会茶茶闹闹的 他们只是默默地 静静地等待救难人员的到来 台北慈愿护理长陈美慧 也在同一班列车上 在事发当时 镇定提供商者简单的协助 也在隔天陪伴罹难者家属 回到事故现场 真的感受到什么叫做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刃欲断魂 因为当下去了那一刻 那开始飘得绵绵细雨 乌鸦在叫 然后那时候的风 一直吹过来的时候 那种心情 我真的觉得很葬葬 打载教育 幽静无言 那一段时间 不知道在说什么 原来现在听到大家在心述欲望 欲望应该就是过去了 但是过程很可贵 这就是经历生命好减 平安回来 这就是生命的可贵 真的是有很多不可思议 大灾教育 人生无常 但愿惊人的恶梦赶快过去 更能珍惜平安 大海新闻 林斯文刘洪志 花莲报导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